首先看看最近基辛格的前国务卿 这位90多岁的政治家说过什么 他说对俄乌年底有机会坐下谈判 作出一个乐观的预测 这位前国务卿两天前 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采访 他提到中国在俄乌冲突发挥作用 中国已经参与了滑船 俄罗斯和乌克兰有可能会在今年年底 开启谈判 基辛格说了这个话 我们也看到股市有反应 其实近日无论美股或者港股 都稍微看到有些回升 也刚刚听到我们金管局公布了 第一季投资的表现 大幅改善 股市就是这样的了 有高有低有波动 只要选股或者是买股票的水平 掌握得好的话 依然在近日的波动市是有利可途的 说远了 继续说回俄乌和平的进展 有没有机会呢 除了基辛格说之外 其实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 前天也发表了文章 他说美国和盟友开始关注中国 对结束俄乌战争的潜在作用 那文章说 美国和欧洲官员都认为 乌克兰计划中的春季攻势 可能会为俄乌在年底前谈判 高平道路 而中国可以帮助 让俄罗斯坐到谈判出前 隔于中国长期以来 对俄罗斯的支持 美国先前对中国攜手 此事的任何举动都持高度怀疑态度 但是呢 现在的情况有些改变了 国务卿布林肯在最近公开表明 谨慎乐观态度 认为中国可以帮助化解这场冲突 很明显近日不单是基辛格说话 布林肯也说话 另外美国的传媒也转了口风 似乎大家都有这样的迹象 希望俄乌真的有机会坐在谈判桌谈 确实的时间表 未知 但是基辛格说了是年底 似乎最重要的是 方向的转变 其实是挺重要的 似乎大家都以为这个方向而努力 可能欧洲很多官员都已经开始 受不了了 觉得也是时间结束这场战事了 希望在中国的滑船之下 可以帮助到俄罗斯和乌克兰 谈谈了一些条件 然后坐在和平潭本桌上再谈 希望可以快些 不要等到年底 另外就是华尔加日报的文章指出 美欧官员判断是依据 俄乌都没有能力无限期持续战斗 而中国是有能力协助推动国际和谈的意愿 虽然他们都没有确定俄罗斯 在总统普京领导下是否愿意商讨停火协议 但多名的欧洲官员很明显说 欧洲重要领袖现在对中国 已切于促成俄乌停火谈判 怀抱信三 中国现在世界上的地位 真的越来越大 越来越高 特别在沙特和伊朗的外交层面上 中国做了很多事情 现在有机会帮俄乌解决问题 另一件事就是李同提过 中国有机会帮助苏丹实现停火 我们看看苏丹 大家都知道苏丹近日的形势 比较恶劣 阿拉伯新闻报道 中国能否帮助苏丹实现停火 中国呢? 阿拉伯新闻报前日有文章 中国比西方国家更适合成为苏丹冲突的滑船者 认为中国对苏丹有着西方欠缺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 中国不像西方那样濫用制裁手段 而且证明了能够成功滑船沙特拉伯和伊朗的和解 所以中国在这方面更适合成为理想的和平滑船者 苏丹的冲突爆发已经三个星期了 已经造成了500多人死亡 近30万人流离失所 西方大国也强烈呼吁苏丹的冲突各方面要克制 要实现停火 苏丹人实际上正在向东方尋求解决方案 而中国将会促成苏丹解决问题的促成者 事实上除了苏丹之外 中国也都近日推动中 在坠里亚、巴沙尔政府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和解 即是说 不断数一数 已经是中国在做四个方面的事情 或者是做了或是做了 沙特拉伯和伊朗 第一 第二就是俄乌 第三就是坠里亚、巴沙尔政府和阿拉伯 第四就是苏丹国内内战的冲突 即是四个方面 中国也是有贡献的 当然有很多人担心 中国在苏丹的滑船未必成功 特别是非洲的代表 非洲政府的组织就说 都不太有信心 有一些言论就说 其实中国已经相对是好 地位发挥的状势是好 为什么呢? 如果你看回苏丹的货币 大家看到这一百磅的苏丹货币 原来上面有三个圆圈 三个圆圈圈的东西是什么呢? 原来就是 一些中国政府曾经帮助苏丹的一些建设 正正包括密洛维大坝 尚亚特拉水利枢楼 以及罗塞雷斯大坝 原来这三个建设都是由中国成建的 即是说中国和苏丹的合作 已经有一段历史 而且是有目共土地见到的成果 结果实际上是彰显到什么呢? 就是说苏丹法的抄 是特别是将这三个建设的图 是摆在他抄票上面 可以看到苏丹对中国这些帮助 是非常之重视 而且觉得很有用 所以现在如果中国作为苏丹 今次内战的一个滑船人 应该都估计作用都挺大的 那现在其实呢 苏丹的冲突双方 已经是最近在沙特拉伯的西部城市 吉达举行对话了 沙特拉伯外交部 在昨天发表声明 他说呼吁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 在对话中实现短期有效停货 另外就为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提供便利 还有就是恢复社会基本服务 并且就长期停货谈判设置时间表 希望可以承诺保护苏丹境内平民的生命安全 和尊重人道主义工作 声明也说 苏丹冲突双方在对话中表现的建设性态度 和相互尊重表示欢迎 呼吁双方尊重目前已经达成的情况 而停止一切挑衅性行为 为对话创造积极气氛 这就是苏丹近日的发展 似乎都挺乐观的 听完沙特阿拉伯的外交部发言 也看到中国介入之后真的有进展 原来中国和苏丹之前的关系都挺密切 由这张钞票那里已经可以显示到了 希望苏丹真的可以停火 不然三个礼拜死了五百多人 三十万人流离失所 大家都不想看到 好 中国在外交滑船继续成功 刚才我提到四方面 四方面都有成果 好了 接着就看回中国作为滑船 原来香港还有些争拗 今次想讲讲最后的题目 就是讲港协和兵球协会的争拗 讲到争拗之前 讲回一些好消息 香港看坛 近日又有好消息了 刚刚星期日 我们的张家朗 就在巴黎站的世界杯 就拿了金牌 不是应该是今季 张家朗今季的巡回赛 已经在巴黎站世界杯拿到铜牌 已经在南韩釜山大奖赛 拿了银牌 刚刚在星期日 就在墨西哥站的世界杯 就拿了银牌 在一个赛季里面 在三次上班奖台 由于这个世界一哥 美国阿里山大尔和世界三哥 意大利的科高尼 都在今次墨西哥赛事 十六强止步 而二哥的意大利 利刀马素在四强失守 因此张家朗完成金站后 排名有望提升 甚至乎 有机会重返世界第一位 恭喜张家朗 这里也有报导 张家朗在墨西哥站世界杯 勇奪银牌 这是香港剑击界的非常好消息 重要的地方 就是说 现在张家朗 已经是世界冠军级的运动员 另一个香港的世界冠军级运动员 是哪一位呢? 女子的运动员 重剑运动员 江文慧 刚刚在哥伦比亚卡里大奖赛 江文慧获得冠军 国际剑联公布最新排名 江文慧 以221分升上世界第一 第二是法国选手 另外本来是南韩的 宋世拉是第一名 跌到第三名 这就是江文慧奪了金牌之后的照片 巴士这部也有报导 香港女子重剑一姐的江文慧 Vivian在哥伦比亚卡里大赛 奪金牌 亦是首次他在大赛分站获得冠军 亦是持隔四年三个月之后 再次在世界舞台夺冠 经过的国际剑联即分 就继续重返世界第一 大家看到了 香港的剑击水准是世界级水平 我们也有男子有女子的世界冠军 所以如果真的剑击有一个好成绩 就算他是分站的冠军也好 因为是世界级的赛事 是影响到世界排名 现在事实上证明了 张家朗和江文慧 真的是世界冠军级的运动员 所以当然我们也看到 体育版的记者 当然会把这些消息放在头条上 相对之下 譬如冰协前一阵 冰球协会 譬如香港的男子队 就说在第三级别 就拿了同牌 香港的女子队 在第三级A的级别 拿了金牌 那么那个含金量 就相对低了 因为你不是世界级的冠军 因为你全世界 还有第一组 还有第二组 是说有几十队球队 在你前面 就比你的 那么你只是在第三组 拿到一个奖牌 就是也是值得加许的 但是不足以 就放在这个体育头条 也在这里 当然是重视的 就是冰协的球队 派队出外 是有成绩 也是开心的 但是今天的重点 就不是说一样 就是我们不希望 就说有球员走出来 说我们播错国歌 你就把播错国歌的头条 就变成了新闻头条 我们拿了奖 你又不放在体育版的头条 其实那个分别就是很明显 就是首先 我就说了 就是你们拿成绩的含金量 不足以放在头条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说 就算你真的拿了世界冠军 你是世界级冠军 如果你有播错国歌事件 依然的次序 都是不会改变的 都是播错国歌事件 是会放在头条报道的 就是这个要分得清 所以运动员 如果你觉得 如果你运动成绩拿得好的 就可以摆在头条 而播错国歌 就不应该提 这个就是 犯了一个基本上的错误 我想指出这件事情 好了 冰协港协近日 余波未了 大家知道 在波斯尼亚出错了 后来在罗马尼亚 又几乎出错 但是后来就没事 就在领队关软仪的努力之下 在罗马尼亚就播错国歌 但是在早前 波斯尼亚就播错了 但是近日有余波未了 那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看看这段新闻 香港电台 就是日前的报导 港协不满兵协高压审反言论 将查询扭曲为盘文 那我再看看内容 世界兵球再播放国歌出错事件 兵协主席简阳杰 批评港协 旗奥委会义务秘书楊祖次 以六十年代审犯恐吓式 执问领队关软仪 港协对于兵协的 所谓高压审犯的实言论 表示强烈反对及不满 从心不欲作口舌之争 内容纪录 就是会议纪录及内容 就是全部如实向政府当局提交 那大家查一查那些会议纪录 就知道其实那个会议的气氛是怎么样 究竟是不是港协 是否真的審反式去審兵协呢 兵协就说是 港协就说不是 那港协表示 兵协有关言论将杨祖次 与其副警总监身份运为一谈 将查询扭曲为盘问 制造港协负面形象 令人遗憾 而关软仪在3月23日的会面之后 回应传媒提问 当时形容会面的气氛是OK 如果港协在会上有不实的陈述 或者恐吓 或者审犯去審兵协 兵协应该在会上提出反对 甚至说当天3月23日 就已经向传媒提出 为什么今时今日5月9日 5月6日才挖回3月23日的会议 就说港协是審反形式去審兵协呢 好了 我又在网上Facebook 又找到一张图片出来 我觉得又可以值得和大家分享 稍等 是的 就是这一张 其实港协议务秘书长杨祖次 他其实也是重申了 他说 其实今次播错国家事情 现在有个调查 其实很简单的 他要求首先 兵协应该早一点 向港协作出报告 首先兵协一直拖延 兵协的主席 简阳杰除了拖延之外 亦是避开重点 还有简阳杰是说 等着关软仪回来再提报告 就是一直拖延 好了 这方面港协是不满意的 首先你作为兵协主席 很多时候一直都不出声 近日才开始出声 其实杨祖士这位义务秘书长 很简单 但是他就是想问清楚一件事 究竟你有没有准备了一只USB 在波斯尼亚那里交给主办方 其实就是想问清楚这件事 究竟你有没有交呢 这只USB 因为USB港协一早就给了兵协 被他们带队出去的时候 防止当地主办方播错歌歌 所以才准备了一个USB 那你有没有交给到波斯尼亚的当局 其实就是问你有没有交给 事实上你是没有交给 是吧 你有交给就有交给 没有交给就没有交给 没有交给就是错了 是吧 没有交给是错 那犯了错就要承认 那错了就想一想以后 如何杜绝这个错误 是吧 那为什么要在近日的谈话当中 这个简阳杰主席就在这里说 杨秘书长你不对 你恐吓我 你审犯的态度 去问一下我们的关院领队 你是高压地压我们 你是附警总监 原来你是好像皇帝年代 臣子揣摩主子心意 不尊重运动 这件事就 大家真的想一想究竟 哪个对哪个错 究竟 我一直都觉得 港协都是想厘清那个事实而已 我给了USB来 你带去波斯尼亚 那为什么你没有给到主办方呢 那令到他播错国歌呢 是吧 那后来罗马尼亚 你就有给主办方 那就后来没事了 那现在就是想搞清楚 为什么在波斯尼亚那里 你没有给 你没有给就是犯了错 犯了错之后 以后要怎么改善呢 杜绝这些错误再发生呢 那其实就是 你倒比就是错 错就是错 错就应该承认 那为什么要搞这么多事 拿这么多借口出来 就说 杨秘书长你恐吓 你是审犯态度有问题 你是高压 所以答复有脱漏是正常 首先 杨秘书长是不是真的恐吓呢 是不是审犯呢 是不是真的高压呢 那正如杨秘书长所说 3月23日开完会 传媒访问关软仪 关软仪说的气氛是OK的 如果当日是有高压 有审犯 按照关软仪 当日已经可以向传媒投诉了 就不用拖到现在五月份 你的兵协主席才突然提出来说 杨秘书长你高压啊 你审犯啊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附警总监 关他是附警总监什么事呢 你突然说出他的附警总监的身份做什么呢 是不是代表附警总监就会审犯呢 不一定的嘛 是不是 你提出他是附警总监 这个已经是没有意思了 已经有了一个前提 警察 你是附警 或者你是警察 你是警察的总监 所以你是惯了审犯 习惯了以高压去审问人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 似乎那个言外之音呢 你是说了这些事情 简洋杰主席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你不应该 将港协义务秘书长杨祖次 就是你指责他 是会议上面高压审犯式去审啊 关软仪 因为他是附警总监 你说他附警总监的身份是没有意思的 是不是 近日就是出了这个问题出现了 那我就再读一读 那些网民的一些 一些 一些feedback 就是关于这件事 网民究竟说了些什么呢 我就 我不放Facebook那些贴文出来 那我在这里 就读给大家听 有位郭先生就说 兵协似乎都有多少人呢 就是 那个处事态度 嗯 就 似曾相识 似曾相识的意思是 好像在两三年前 我们 看到当香港动乱的时候呢 有一些人是 整天都是 搬一些藉口出来的 当他被拘捕了的时候 或者当他接受审讯的时候呢 他就会指出 警方 对他不礼貌啊 恐吓他啊 高压啊 审犯啊 这样 好像似曾相识 这些言论的态度 也有 网民就说 其实 他支持杨祖次查出因由 反而 简洋杰在那里死撑 他应该 相知肚明 做小动作的效果 是会被揭发 你赖皮也是没用的 麻烦有点骨气 麻烦你最好就不要拼了 就是说简先生 最好辞去兵协主席 这样的意思 有一位 Benny就说 应该交给国安处 着手调查兵协主席 和领队 和领导 有否违反国安法 那王先生就说 你不错 人家就不用 不用 这个是调查你 那王小姐就说 全世界都听到 是播错国歌 那播错国歌 就应该认错 为什么要继续死撑呢 似乎有人觉得自己不是错 好像播错国歌 就是理所当然 错了就是错 想怎样 就是态度问题 态度有点囂张 就不肯认错 态度是有傲慢 吴先生就说 应该解散了这个兵协 或者曾先生就说 应该取消资助兵协 杜小姐就说 其实 你脱漏了 其实真的错了 不要紧 你认错就行 但是现在是调查中 你应该合作 应该告诉调查方 你究竟有没有交过USB 给波斯尼亚当局 如果你真的没有交 你就说没有交 那你错了就错了 最重要是说以后不要再错 要怎样解决问题 所以李先生就说 其实很简单 为什么要搞到这么大争拗 其实几十个字就可以说完 港协有没有准备USB给你 有 那你兵协有没有交给当局 没有 这个就是事实 其实为什么要说到这么复杂 又说别人审犯呢 又说别人高压呢 其实不需要这么说 只要我们是 最重要是知道事实 接着就是说 怎样我们以后可以去 去改善 不要再让事情发生 那如果真的发觉 原来兵协有犯错的 那然后就由港协 或者既好委会去 去决定 究竟需要不需要懲罰 可能未必需要懲罰 可能是改善了 就已经可以了 但是你既然 做过审讯 也不合作的 那就变成了 还要反咬 反咬港协 那大家就觉得 就是 无谓把这件事搞成这样 是吧 那 那就 是的 大致上 一些网民就是这样的反应 不知道大家都同不同意 那无论如何 就是 我们是 我们是极度支持香港的运动员 我们也希望 冲心希望 今次的事件 是不影响到兵协的运动员 继续出外比赛 继续支持香港运动员 为港震光 但是呢 如果这个协会的管理层 是办事不力呢 其实呢 港协作出一些适当的处分 那当然是要改善啦 然后 跟着做出一些适当的处分 我觉得都是需要的 就是作为警戒是需要的 那 那儘管看看时间 次第发展是怎样的 大家好 石楼台已经简化了订阅流程 不用验证电邮 想附订石楼台会更加方便 我们也都优化了视频课放器 网速比较慢的时候 也都可以看得流畅些 如果有任何关于订阅 或者使用的问题 欢迎你们联络我们 你也可以在香港办公时间 致电3181-3890 或者用画面上这个地址 发电邮给我们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是其他媒体 比较少说的中国新闻时时分析 石楼台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搜寻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的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都支持巴士的布 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